大家好 欢迎收看《宠爱百分百》 我是林仲伟 今天我们请到宠物专家 上来对我们讲一讲关于宠物美容 和冬天如何跟狗仔梳靓靓的模型 今天邀请了宠物专家 美容专家Eddie 来接受我们访问 Eddie 欢迎接受我们访问 今天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主角 可不可以介绍他 我想观众也很有兴趣 他是Selope 大家好 他是什么大小呢 我看到现在的贵妇分很多种大小 又有Tea Cup 又有Mini 其实他是什么尺寸 这个是Toy Size的贵妇狗 但他比较大小小 他现在还有一岁 现在四岁 我看到他好像很热情 待会我们可以和观众慢慢看 他怎样得意 Eddie 我们不如谈谈 其实来到冬天 就快下个月又过新年 其实关于狗仔 可以怎样当他扮靓靓呢 让他在新年时可以多多些利时 最主要也要讲解我们平时和他梳无狐狸的配套 我简单点聚述一下 我看到桌面今天有很多工具 没错 我带了一些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叫双面刹 一般来说 宠物就分有些硬无狗 有些软无狗 甚至乎贵妇狗这些软曲型 这个最主要就是 譬如硬身无的狗 譬如北京 松鼠狗 松丝狗 模仰狗 这边就是疏它们的毛 最主要就是 它整身不规则地疏 另外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最主要就是 我们比较近屁股 面部 比较危险少许的部位 我们就用这个 类似就是 这样和它梳囊 另外就是 这个就是 专用一些软曲毛的 贵妇狗正适用 譬如贵妇狗 我看到他今天的毛就很值 但我看到你平时的狗仔 一卷一卷很软 是的 我们做好功夫 另外还有这个 就是我们 日常短毛用的刷 这个刷 最主要来说 都是用动物的猪中毛 做的 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猪中毛 最主要是 让它减低静电 还有来说 跟它做按摩的步骤 另外最主要 又介绍 因为现今季妇狗 实在太流行 很多朋友忽略了 这两个梳 我们叫平时梳 最主要用途就是 梳它 这些糊塑毛 最小的那些 没错 另外这个 我们俗语叫 塞梳 因为它比较 精密一点 那些塞 或者一些小微的东西 过不了 我们就可以避免了 通常用这个 通常用这个 通常用来梳 什么部位 都是我们的眼膠 另外见到 一些小微的 髒东西 都可以用这个梳 来清洁 我想问一个问题 很多季妇狗的家庭观众 都会常常遇到 就是很多季妇狗 在我逛街 看到他们的眼睛 就会淚汪汪 黑了一大 就好像很多 昨晚哭了一大餐 其实有什么方法 可以避免到 眼睛有两个黑眼圈 因为 其实 大部份的狗 跟我们人不同 我们人是靠汗分泌 狗仔大致上 都是靠五官分泌 和汗线 集中在 他的脚板 和鼻 他基本上 会大部份 分泌物 在眼泪 和皮肤表现出来 最好来说 我们日常生活 就是需要疏远毛 或者平时 我们用一些 宠物用的清洁眼水 就和它滴 减低 它的分泌物 就可以解决了问题 我见到市面上 有一些 滴进去 被狗吃了 眼泪的 就会少了 其实那些可以吗 某些牌子 都可以的 当然 要观众去 试一下 因为每只狗的身体机能 吸收都不同 可能对内部 某些成分 可能有效 没有效 或者有什么产生反应 但大部份 都会安全 有些养狗的朋友 他们说 他自己养那种品种的狗仔 因为他们的天生 又说 类管比较屈曲 所以会常常有 雷线 其实是不是 是不是有些品种 一定会两泡眼泪 一个黑眼圈 其实没有特定的狗种 特别会有 我们叫雷狼失了 这就没有特定的 最主要就是 某些狗种 比如松丝狗 这些经常发生 或者松树狗 它有个叫刀毛的现象 它就会刺激眼球 所以它不停分泌一些 眼胶 或者泪水出来 令到它们的五官 比较骯髒 如果我自己养的狗仔 长期都是很多眼水 甚至我看到眼液有点红 其实用不需要带一下它 去看医生 我们通常 一般都会选择 一般在宠物店 卖到的配套 试试和它清洁一下 处理了 如果用过这些 价钱经济的配套 都解决不了问题 我建议观众 或者朋友 带到手衣去检查一下 看看是否有些 类管塞了 如果类管塞了 就要找手衣去帮它 通过类线 有些朋友说 他自己养沙皮狗 他说 那些小狗 生出来 一定要带他去看医生 要做手术 因为天生会被眼睫毛刺住 究竟是否 是的 事实 沙皮狗这些独特的毛质 其实它也有毛 只不过它很幼 像针 有时我们人抱它 我们也会刺激到 会有敏感 遇到这些不幸的 真的要带到手衣去做小手術 清理了这个 也不是常见的 不是每只沙皮狗都有 现在还很冷 差不多到近春天 我听到一些朋友说 家里就很潮湿 家里所有东西都会发毛 他们就说 连狗仔都会发毛 就说 小毛病或皮肤病 开始出来 如果近春天 我们可以 例如在狗仔皮毛打理上 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地方 或者有什么要做足点的 其实狗 刚才大家说过 狗和人不同的地方 因为狗是靠油脂分泌 我们一般 很多朋友 都是做一个很典型家居的做法 就是我们会扭布 和它抹身 其实这个动作 往往会使狗的油脂分泌不协调 因为狗仔循环的时间 可以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每一天 定期落园街 和它抹手抹脚 很多朋友 你会发觉 有些白色的狗 或者浅色的狗 抹得多 它氧化了 就会黄金 甚至有些会舔手 有些问题 或者严重点 会有些脚趾 因为往往我们经常和它濕水 其实我们最佳方法 你可以去宠物店 买一些干洗剂 或者干洗清洁的用品 我们可以平均一天 或者两天和它做一次 疏好之后 清洁了 解决了问题 不要经常抹身 这样就可以了 我听到有些朋友说 因为他自己有住村的地方 常常说狗仔 狗不狗 就不断拗耳朵 其实是否有些耳塞 会在草堆里 跳进耳朵里 如果我们一般在家 可以如何处理 其实耳塞 一般就是因为 我们香港的环境 因为我们生长在阿尔大地区 比较潮湿 很多细菌就会比较脂身 为什么会有耳塞 其实在地上 因为细菌通常都是在地面 我们的小狗仔 一般在家里睡的时间 某一只耳朵都会贴着地面 所以经常会发生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平时 用一些耳朵配套 和它清洁一下 譬如一个星期 大概和它洗一至两次 其实已经解决了 避免发生这些问题 好了 如果真的不幸 有些朋友 如果小狗真的长了耳塞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尝试去宠物店 买一些我们叫清除耳塞 污垢的药水 和这些有少分别 那些是药用的 清洁了解决了问题 就可以了 就不用等到 它有耳塞痕的时候 拗损了 到时发炎 你就要带个看医生 就要打烂个荷包 又快到春天 我发觉带一只小狗 走完街后 发觉那些小脚板 整天都濕濕的 那我家的狗 就常常舔 我发觉有时 掀开毛底 都红红的 好像很痕 那其实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到它 止到痕 还有平时可以 有什么可以帮到手 不会让它常常舔手 舔脚 好 刚才说过 一般有些朋友 譬如去完街 或者平时 他上床睡的 要保持干净的 往往就是扭布 和他抹 其实抹得多的时候 他痕的时候 他就会过敏 那他就会红薄薄 那我们最主要 如果真的有些朋友 经常带狗出街 或者真的爱干净的 我建议你 可以我们买这个 朱中无茶 朱无茶 是的 那我们每次出街 入屋之前 就疏了它 将那些 细微的尘埃 和骚髒 都疏了出来 好了 如果实在实在太骚髒的时候 假设你要湿水洗 最好用风筒吹弯干 保持它干爽 那就可以一般避免了 严重的问题 即是吹弯干 就是吹弯干 对 保持干爽 不要让它有潮湿 如果你抹了它 因为它没有寒线吸收的时候 你任由它封干 那些毛会一路一路退息 甚至有拗痕 过敏的现象 我听说有些朋友说 那些贵妇狗有很多眼泪 就说耳朵可能会发炎 其实我们怎么知道 那只耳朵有没有问题 通常你发觉 如果我们够努力和它清洁 你会很容易察觉到有问题 我们简单说 其实耳塞和发炎的区别 一般有耳塞的小狗 它通常一只耳朵比较脏 另外这只耳朵很奇怪 它可能很干净 事关于耳朵贴着地下 那只耳朵特别会产生污垢 它就在那里细菌之下过来 它就像人一样 也会有垂肢 那只耳朵特别贴着 它就影响了 你就留意须色是特别污垢垢 好像咖啡色呈现 好像黑黑黑的耳朵 另外发炎 它可能两只耳朵都会 因为这些真菌細菌 它很快会影响到另一只耳朵 你发觉如果它的耳壳 它会比较 即是这个部位 我们称为耳壳 好了 我们试试 这个耳壳 它会很干净 我们打理得很好 如果它的耳壳呈现肿胀 和有些黄黄黄黄的分泌物 你会很察觉到 如果有耳塞 它就会经常拗耳朵 发炎因为它痛 它不拗耳朵 它会经常拗耳朵 这个举动 你会更加掌握到它 究竟是发炎 还是有耳塞 你说到耳塞 我认为很多朋友都会害怕 那些耳塞 如果家中有小朋友 会否传染它 会否惹起家人 其实绝对不会 因为狗的体质 或者体温 和人有区别 一般的細菌 都不会影响狗仔 想问多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住在乡村的朋友 家里有花园 或者春天外面有草地 常常有问题 就是春天也快来 开始暖 那需不需要预防 深思虫 要打针 或者有什么可以帮助 因为深思虫 如果感染到会很麻烦 简单说 深思虫 通常都是两个途径去感染 第一是母体传染 意思上就是妈妈出生 妈妈本身也有 她一定会带给狗仔 这就是母体传染 另外一个就是 她出生 暴露在环境之下 她被蚊针倒 就像我们人的登革儿 被蚊针倒的时候 就传播了深思虫 大家要注意 如果深思虫由幼虫 成虫的阶段 大概是六个月左右 所以兽医或猪育人士 都会建议你的狗 在六个月之前 和牠吃深思虫 假设你的狗超过六个月 就有个危险度 如果它本身已经有深思虫的问题 而你再用一些配套去处理它 就会有机会发生一个浪费 这就最好交给兽医去处理 我看到有时经过宠物店 我看到有些小狗的药水 就说滴在颗子里 就可以预防小狗 给蚊针和深思虫 或者放在塞制 其实有没有用的呢 其实它有一定的作用 当然坊间会有很多牌子 这些要给专业人士分析 最主要是靠成份 滴在皮脂上 在塞的时候 它要生存的就是 它会吸血 或者吃这些药 令到它不能繁殖 或者喪失繁殖的功能 甚至乎会死 既然我们今天有Sloopy 那么有趣做模特 不如Eddie 可否教一下我们今天的家庭观众 如果家中平时和狗仔狐狸 应该如何梳梦 不如我们放 好了 我们放Sloopy上桌 看看能不能和我们示范一下 好了 基本上季妇狗现在很流行 我简单说给大家的朋友 就是梳梦的技巧 如何处理 其实从哪里开始梳呢 其实没什么所谓 这个就是本身狗主和狗仔夹 好了 我们的季妇狗就会用这个梳 很多朋友很多时候带来宠物店 为什么这狗都打烈呢 不是 我家里自己的狗都是打烈 是的 是的 因为很多朋友在梳梳的时候 技巧上就是 Sloopy乖 OK 不停地梳 它就没有一个专业的方法 专业的手势 它梳的时候 梳极也梳了 其实有没有说要顺一个方向 由哪里开始梳 其实是不规则的 好了 最主要我简简梳大臂给大家看看 好 最主要是拨高它的毛 一层一层 大家朋友看到了 一层一层 那我们就可以梳到底了 OK 梳到底了 好了 慢慢慢慢地 我们整身都是 一层一层拨高它 拨高它 梳下来 一层一层 有哪个部分是要顺哪一个方向 没什么所谓的 最主要是每个部位都要揭高它的毛 嗯 就梳到内部 对了 由底那里梳下去 好了 大家再重复示范的错 这个就是 不停地梳梳的毛面 那底层的部位 你梳不到的时候 哦 即是底层的部位 对了 最主要就是 你可以多个家人 像主持一样 好 慢慢梳 好了 那贵妇狗呢 对了 刚才说过就是说 它有一些嘴毛了 那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要 好了 OK 这个就向外梳 嗯 那这里就不会打卡 那耳朵也是 慢慢地 我看到耳朵后面 我的狗就常常会打卡 对了 其实应该怎么梳 对了 这个就反出来 好了 好 我们为了梳在这边 对了 对了 那梳了 那梳了 基本上它就不会有打烈的 最后我们 好了 整个狗梳匀的时候 就可以 可以顺着方向 梳上它 好了 另外就是 刚才主持说 有些眼屎 眼膠 是的 我一种很多 每天都要抹眼 那就是用这个很细微的梳 我们大家看到 OK 那就和它 梳得最美 哦 看到眼膠已经在梳上 对了 有些髒的东西就会解决了 那这个就可以拿紙巾麻麻 对了 这个紙巾麻麻 然后清潔它 它整个狗 基本上注意的东西都会清清楚楚 譬如脚底 我看到一只小狗 我的脚底 是常常会打击的 其实呢 如果脚底的位置 应该如何梳 其实也是要学习一下 如何保持着狗 如果它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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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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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否短毛和長毛用疏繪不同的狗狗 我們稱為硬身毛的狗 長毛狗是用這兩把 兩個都可以用長毛狗 因為有些軟曲毛和幼細的毛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地方 這個是幼針和粗針 粗針是一般用硬毛狗 甚至比賽的犬種 因為我們要留毛長一點 就用這個梳和它梳 一般是季婦和若細 都是用這些梳梳 蟲鼠就用這個 蟲鼠是屬於硬身毛狗 所以要用粗針 如果我只是八哥 八哥就用這邊 甚至用這個比較漂亮的豬竹毛 這些是短毛狗用的茶 好 我們回到家後 又可以疏疏小狗 我想想另一個問題 接下來就快新年 下個月就是 其實我們幫狗仔打扮的時候 有沒有說 新年是適合製造甚麼裝束 其實又不是太熱 但開始暖暖的 但都重動 其實怎樣幫它打扮最好 其實我想最主要 例如貴婦狗這樣算 最主要是平時 一定要跟它梳好些毛 讓你可以到時 帶到寵物店的時候 剪的裝束會比較漂亮 更鮮明 甚至有些朋友 喜歡跟它染色都可以 你基本上 就是買一些衣服 跟它配襯 或者有些頭飾 跟它裝扮一下 其實都很漂亮 可以拜年度來試 我上次行狗剪 看到有些狗仔白色 它染到整個七彩 好像現在玩具店的狗仔 我想問 我也很想幫自己的狗仔染 但其實那些染毛劑 對狗仔會不會傷皮膚 小不免都會 其實間不中用一下 玩一下 過癮一下都可以 如果長期保持這些 我們以專業角度 都不是太建議你長期去玩 其實那些一定要給專業人士做 還是自己回家 像我們隨便在藥房買一支染髮劑 這樣做 有沒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都可以的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因為它的毒性又不太強 因為假如你開了出來 那隻狗舔到 吃的糧不太多 那它都應付到 如果你怕麻煩 怕吵架 最好給專業人士去做 你問我也是不好 我也是找專業人士幫我們教 你會比較好 而且我看到貴婦 我去到的時候 通常我也不懂怎樣回答 就是美容店問我 你這隻狗仔想展些什麼妝 其實貴婦是有什麼妝的 其實貴婦的妝速 如果在書本上 或是書本上 或是書本上介紹 我們是超過100種款式 即是多不勝數 我們剛才看到Sluppy 這麼久 這個這麼有趣的妝 其實這些又叫什麼妝 這些我們叫BB妝 最簡單的BB妝 或者我們叫BB紅妝 整天剪成熊仔 你會發現它的嘴毛 都整個BB 這些是BB紅妝 我看到有些貴婦 特別是大隻貴婦 它們就會剷掉嘴 有些會有屁股油剷 只剷掉手 其實那些又叫什麼妝 其實這些是一些特定的妝速 最主要來說 就是展示場用 我們去比賽 因為要突顯狗的線條 流線型 所以我們往往就是把那些毛髮 你留意一下那些關節位 都留在球 其實都是標榜的美感 給一些評判去看 那般來說 香港我見朋友 都是養你的小狗多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現在冬天 差不多春天了 其實多久要帶狗仔 洗一次涼 其實有一個 專業的問題 就是 因為一般人的心態 都說長毛狗 這麼長毛 當然要經常去洗澡 快點 密一點帶去洗澡 短毛狗 這麼短毛不用洗澡 其實這往往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其實這是自然生態定律 其實它怕冷 就會長毛 怕熱 基本上它會短毛 你發覺很多短毛狗 體溫比長毛狗 往往是高一點的 因為它怕熱 一般來說 我們短毛狗 洗的次數反而會密一點 那些毛狗 一般來說是七至十天 我們就需要帶牠去洗澡 如果我養嬉八哥的話 其實差不多一個禮拜 就帶牠去洗澡 沒錯 因為牠的皮膚 沒有什麼毛 很多細菌的時候 很容易去刺激到牠皮膚 或者令牠有皮膚病感染 反而長毛狗 可能我們有些 季婦狗 兩三個星期洗澡 你會發覺牠都不會太大股味 甚至有些松鼠狗 我們過多月才和牠洗澡 就是因為牠夠長毛 牠有細菌的時候 我們平時已經和牠清潔到 那牠就不會影響到皮膚 那就帶來一個麻煩 那些朋友有時說 特意帶狗仔去寵物店洗澡 不懂得擠乾門線 其實我不太懂 乾門線是什麼 這個問題很好 很多人 首先大家要知道乾門線的用途 其實我們有一個專業的統稱 這個叫乾門狼 好像我們背狼的狼 這個乾門狼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我們發覺 你見到一些狗仔 我們一寫膠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一個很肉酸的行動 大家聞屁屁了 對 大家聞屁屁了 其實這個乾門狼的用途 其實牠會有一個分泌物 最直接去表態 告訴對方 我現在的心情 或者我想怎樣 所以你發覺 他們第一時間 一寫膠的時候 就問屁屁了 這個乾門狼 就是代表這件事 其實如果不清理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會的 如果你真的不清理 一年兩年 牠會產生發炎 到時牠的屁股就會有傷口 到時你都要帶獸醫去處理 謝謝Eddie 我們剛才學了很多 關於疏狗和平時打理的心得 謝謝Eddie 如果觀眾想知道多些 關於其他養狗的心得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另外一部分 會再跟大家觀眾說多些 大家不要走開 拜拜